大家好 我是謝一華 接下來我會跟我的partner 已經不是Jason 現在已經換成E-Ball 我們會針對商業的部分 在場也有很多商業應用開發的先進 我們今天只是針對這部分 提供一些有趣的來念 也許會後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供給我們更多的意見 再來畫面還是一片黑的時候 其實我想要說的是 Online跟Poto 它其實已經對我來說已經是一個產品 或者是一個服務 它其實已經慢慢去改變我們對一個以前的GIS的一個看法 或者是對一個GIS的呈現方式有一個改變了 所以接下來我由這張圖來開始為各位做說明 這是Stopbox 透過Archis Online 它所揮出來的一張圖 這個也是對所有的全世界所有人群公布的一張圖 它其實要說明的是From Bean to Cove 怎麼從豆子變成你手上的那杯咖啡 那方式其實很清楚 大家其實都是跟GIS產業相關的 所以看這個圖其實都很容易瞭解 這是所謂的產地 它可以查詢 這是我們剛剛看到的Wedman 你可以查詢產地在非洲、馬拉威這邊 透過什麼樣的一個海線到美國 然後去處理 到店裡面 在便利手上的這杯咖啡 這是以前或者是所謂的現在 我們標準常用的地圖的一個展現的一個方式 那也就是說我們就是用這樣的一個地圖 去告訴我們想要告訴的人 就是說我們去告訴他這個故事 但是其實透過Online的Photel 其實你現在有另外一種方式 讓我們做一個介紹 好 所以透過這樣 這是一個我們所謂的Avortation的看本 它叫Story Map 但是裡面有格式叫Mand Journal 像雜誌一樣的東西 所以Stopbox的人用剛才的那張圖 跟他腦袋裡面然後告訴各位的 可能是Wording 可能是圖片 不用寫程式的方式去製作的這一張 所以未來我們可以用這張來瞭解 Stopbox它的豆子是怎麼變成卡片的 所以我們可以像看雜誌一樣去一頁一頁的翻 然後旁邊可以是圖片 可以是文字的方式去 Oh sorry 因為我們是Live去製作的 所以網路可能也沒賣 這邊一樣 已經可能是一個圖 那我們再往下走 好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樣更浮動的方式去 有圖 有文 有GIS 所以這些資料都可以查詢 比如說我們這邊舉一個臉 Oh sorry 我不應該叫你別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豆子到現在已經旅行了5200個mine 所以很快再多旅行一些mine 他們就會到我們的胃裡面的圈 所以我想要我透過這個啟動方式來說是 Online Home Portal其實不僅改變了 降低了所謂的以前所謂的GIS門檻 就是每一個人要使用GIS這個門檻是降低的之外 其實它也降低了接受者 就是我們所謂的消費者或是一般的客戶 或者是我們想要比例的訊息給他的人 這個門檻其實也降低了 它可以用更容易讓他懂的方式 來接受各位要給他們的投票選擇 所以接下來的方式呢 接下來我們再透過另外一個Demo 來為各位說明就是說 剛才各位有看到所謂的Web Map 那上面有一些Tool 那有可以做分析 有所謂的Tool Astri把分析的那個叫Perform Analysis 裡面可以做Buffer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其實它不只可以做Buffer 我們可以將Perform Analysis裡面 很多功能整合在一起 而變成一種新的一個功能 所以也許它可以做轉變 也許它可以做競爭者分析 也許它可以做一些客戶的照顧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就是這是我個人做的一個Demo 那我們來看這個東西怎麼做 首先我們去網路上 我現在我做Demo先融入一下 我就催眠我自己 我是一個711的分析師好了 其實我去網路上去找了一些711的資料 那我把它這個資料其實就是做成Excel檔案 再轉成CSE檔 直接拖拉進去 它就把這個點檔上去 那我們現在是用Presentation的方式去說明 那這個Symbol其實我也很懶惰 我就上網去找一個711的符號 我就把那個網址丟上去 所以它就出現了這個Symbol 所以各位如果不滿意 可以自己找一個比較喜歡711的Symbol 直接改網址你就可以得到你 所以第一件是我把711的定位加入 那接下來 那一樣我在網路上找到OK的名位 那我一樣的程序我把它加入進去了 那接下來我做的是Penema的定位加入 好 到這邊可能是一般的地圖的平台 都很容易做到你的事情 但是往往這些地圖的平台做到這邊以後 你會問那接下來我該怎麼辦 那這是Online它比較powerful的地方 好 接下來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們在Performer Analysis那邊去 它把OK這些點位去產生 每一個點產生一個500公尺的Buffer 那我再請它做一件事情 一樣是Performer Analysis裡面 我請它去計算 每一個Buffer去計算 它下面有多少加711 所以它 然後去取它的B 那換句話就是說我可能會取到0、1、2 或者是很多 不一定 那我請它特別去取出0的這個字 那為什麼我要請它做這個動作呢? 其實就是說這個代表 這些OK在500公尺的方案裡面 是沒有意見的生態裡面的 結果通過這個方式我還真的找到3000了 好 這有3000 那我們可以放他 listens看 以這個方式來說的話 這500公尺裡面沒有 但501公尺有兩家 那這個方式而且我們可以看這裡面的資料 其實這金美女就在這裡 所以其實以這個方式來說 我可以很快利用這種簡易的工具 甚至是便宜的工具 我可以馬上找到我們一些他人 我馬上去討論 跟我勞丸討論說 是不是這邊有幾家是要移過來 那MIDI我們再整合一些租房子的資料等等 我們就可以再做進一步的分析 那我們來看Famming Mark 我們有沒有做 這邊我順便說明一下 這個其實都是我自己來的 我做這個代貨其實很快 每一個都可以根據你的訊息 而這些資料其實都可以查詢的 這些資料都可以查詢的 MIDI我們等一下再看 那一樣Famming Mark 我們一樣做500公尺的buffer 下一頁 讓他找到更有趣的 我們一樣找到三間 其實有三間是500公尺 是沒有7 但是其實他有四間7的神經濟在這裡 而且這邊其實有三間 活中小 所以其實我很快 就是如果我只是一般來用MIS的資料的話 其實我不太容易找到這樣的一個Mation 但其實透過這樣的GIS 而不只是GIS 不只是圖胎 不只是GIS 我不只是把DN打在上去 我還做了一些分析 透過一些所謂的buffer 這種分析功能的套別 我其實可以得到 其實這四季號我是不是應該考量一下 可能我再去跟這四家每天的來電 來特數 來電的特數 或者是它的營業值 我就可以做進一步的判斷說 我是不是要做班前 我是不是要稍微去照顧照這邊的客戶 因為Famming Mark 在這邊OK的裡面 我可以通過這樣的做 很偏偏做去得到這樣的一個improvement 甚至是我可以針對這些資料下延 我可以很快地產出密度圖 如果有人需要用這樣的密度圖 那我可以很快地產出來 這個過程完全就是 每一個人都可以繼續用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出這樣的一個東西 只要你有拿到你的資料 只要你有你的想法 你就可以得到有趣的一些東西 好 那這個是透過WebMap 我們每一個人可以用裡面的 Performance裡面的一個資料 去得到或者是得到一些 做出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接下來我們會透過一個demo 一個實際的demo 我們來看 它也是Map General的方式 那我們來看它是怎麼樣 透過這樣的一個東西 來做它的電的全職 甚至是把它的idea 以理論給握門的一個demo 好 那這是一個叫Zero Market的公司 其實它的全名是Zero West Market 它的理念其實是 它認為每天產生的垃圾裡面有30% 其實是在所謂的container 就是包裝、塑膠袋、瓶子這些東西 所以它希望改變這個社會 所以希望改變這種人們的銷售型態 所以它希望開家電就是 我沒有任何的包裝的一個東西 你來就是自己帶瓶子來 你把東西買走就帶走 所以它透過all I來去告訴大家說 這是我的idea 那我告訴你我怎麼透過這樣的東西 去選到我的電 順便把他的idea一定的作選擇 好 我們來跟著這樣來走 這個這本雜誌來看一下 所以它一開始在選這個電的時候 那一定就是要開這種電 你一定要先找哪裡的人是比較具備環保意識的 其實剛好S也有這樣的一個資料 那其實這個環保意識的資料 我們來下一頁 它其實根據五個題目 那標準是100 100就是標準 也不能說有沒有 就是100 以上的話就是比較有環保意識的 它的題目可能是什麼呢 可能是第一題其實還蠻掉回的 就是第一題目都是比一般民眾更具備環保意識 只要100以上就是它的客戶 第二個是說 我不會因為方便性不使用預設的產品 第三個可能是說 我願意為了預設的產品支付更多的錢 所以它針對這個五個題目 它其實有類似像這樣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現在 前面有沒有提到 這個店會開在Gamford裡面 所以根據這個地區比較具備環保意識的 其實是這些綠色的區塊 所以它先鎖定了它的客戶群 所以這些都是可能比較容易變成我的客戶的人 所以我先這樣鎖定 我們來看一下一頁 把我的車下來 那它接下來把這個綠色的區塊 跟這個住宅的一個分類 住宅Style的一個分類去套列在一起 它發現在這種比較具備環保意識的 主要有三個住宅的分類 好 我們下一頁 第一個叫Almero City 第二個叫做Metro Ranchers 第三個叫做Eventure 我們來看Eventure 它的分類所謂Eventure Eventure其實是收入比較高 年齡有一定的學者 有70%其實是結婚的 30個是徒生 但是他們的學歷跟收入跟職業一定的level 可能就是比較類似像 海底階級的這種上班比較高位置的人 或是律師等等 其實說實話就是比較有錢的人 可能比較願意口袋比較深 撈出來掉到地上 拿去做完保就可以了 類似像這樣 但也不是全部的 Urban chic 這是大家比較所謂的 另外一個是比較像獨生的 但是吸水也不錯 這個他也可能可以做完保 好 那我們回來看 那所以說 透過這樣的資料套別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我們所定的族群 從剛才Eventure的區塊 我們現在已經變成了三種住宅的形態了 那除了這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我們可以先跟 不好意思 讓他投放一下好了 因為這是拉里面的作學 OK 好 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區塊是我們有興趣的地方 所以第一個呢 當然我們要開店 一定要找有沒有地面在組織 所以第一個我們把有沒有地面在組織打開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區域其實現在有這些地面在組織 好 那我們可以考量更多的事情 好 那比如說哪些地方是比較適合開這種食物 或者是市場 或者是supermarket的地方 好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覆程打開 再來就是說 最好是判罪率小碟的地方 我們把判罪率的地圖打開 好 所以可以看到 基本上這邊的片都打強了 好 所以這樣的結果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關卡 來 其實我們得到的是 顯得就是4加比較值 好 那這個4加的話 其實我們還可以做一些事情 我們把這個打開 好 因為我們在考慮在買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可以幫忙方便停車或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可以把停車隔跟停車廠位的圖層打開 甚至是把這種已經有在銷售天然食物的 寄存的這個店打開 那為什麼沒有這樣子 就是你其實會去這種店有消費的客戶 我其實通常都會比較容易變成 我這個idea的 也是變成我的客戶 所以我把這個資料打開 其實現在已經很清楚了 好 所以最後我們現在的店 比較適合的是哪一加 我們這邊 其實最後的一個結論就只有1加了 那這個店的狀況之間 我們可以很快在這方面展示 那我們還可以去了解更多的資訊 好 那這樣資料的話 其實這是它這個地區每天的一個車流的數量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可以很快去找到 Zero Market 這家店比較適合它開的位置 那其實不只這樣 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也很快的去了解這家店 想要deliver給我們的訊息 不只是學到位置 它其實在這個同時 其實也把這些information 它的idea也很用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看下一個demo 好 那除了這樣我們可以做什麼 好 假設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產品 它叫做有機高蛋白業脈 好 比較好玩的 有機高蛋白業脈 好 我們一個新產品 那我們怎麼很快地把這個產品去切入這個市場 好 那一樣我們可以透過這種webmap來做 好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很多的zip code 很多的zip code 紫色的是非紫色的可能不太清楚 一個一個人其實也是 好 其實這個紫色的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下面 其實這個紫色一樣是針對三個問題 是比較高於100 那我們這三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第一個 你都賣夠高蛋白的取物 第二個 你常常吃有機的取物 第三個 最近六個月你曾經去你附近超市買東西 買這些東西的人 那第三個題目是比較有趣 但是我覺得還蠻合理的 是因為有些人其實他都不到附近的超市買 他都網購 如果這個很高的話 網購很高的話 基本上你不會想要在那邊開店 因為你的電話是先到 因為所有人都去網購了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根據這些資料 我們可以很快地鎖定每一個zip code 哪些是我們的潛大客戶 那我們來 下來 那這時候我們把所有賣燕賣的店 把它打上去 有賣燕賣這種產品的店長進去 那裡面綠色這個是有賣我們產品的 剛才有機高蛋白燕賣這個東西 那紅色的是沒有 那通過這樣的套別其實很簡單 結論就是 其實結論出來了 結論就是請去這種地方沒有賣你的產品了 去找他們 然後告訴大家請賣我們的產品吧 所以其實很快地透過這樣的東西 我們可以把目標其實很快要收到比較有機會 或者是很容易達成的一些目標 去馬上銷售賣產 好 那除了這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 這個比較像找犯罪或者是找出問題在哪裡 那模板 這個application tablet 我們來看一下它告訴我們是什麼 其實這是一家美國的汽車銷售公司 叫Position Auto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些點呢 其實是它的噴射化油嘴壞掉 然後出顯的一個狀況 其實出顯就是壞掉了 它要求去執行這個保護或者是保險 那這是所有噴射化油嘴壞掉的一個點位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其實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找出問題的手戰 跟把這個ID的deliver出去 第一個 我們可以看一下歷史的資料 這些所有 Sorry 收起來一下 這些所有這個點位 我們把它去產生 Tropo-performed analysis 產生這種密度 可以看到就是說哪一些是比較集中的 也就是說這裡的化油嘴比較危害 那種噴嘴比較危害 這個Fuel Injecture比較危害 那我們來看現在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改變了 發現這邊增加了 這邊的化油嘴壞掉的數量是增加的 那這個代表什麼事情 因為其實化油嘴來說 燃料的化油嘴來說 它其實是讓這個燃油 然後提供到接下來做一些動作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懷疑是不是這個油 可能其實有一點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們針對這個區域 我們去把美國所有的連鎖商店 這種Supply Chain的服務範圍去做套點 我們發現有兩間 是跟這個地區是完全重疊在一起的 一間是SCME 一間是 Sorry 叫Weser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看一件事 那我們再做最後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再懷疑就是 那接下來我們去把這個 可以看到這些點是加油站 那這個是煉油廠 那我們跟加油站跟煉油廠的關係 我們透過這個tember去產生出來之後 打上去之後我們可以看出來 這邊的加油站它的供應室在這裡 它的Supply Chain在這裡 那這邊的加油站 它的Supply Chain在這裡 所以我們可以很快瞭解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出問題的這個區域 其實是這些家有在它的煉油廠的這裡 所以接下來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接下來假設我是不是資訊All-Done 我接下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去請人 針對這家煉油廠的油去做調查 那如果是有問題的 接下來我會做兩件事 告訴我的客戶 不要再去這家連鎖店的家了 因為它可能會導致你測試出問題 第二個事情可能是 就是我可能就會去告這家這個連鎖的加油業者 因為它的油品問題導致我的車樣受損 導致因為All-D-Claim增加了 就是代表什麼 我的工錢增加了 我的材料多支出了 我所有的東西都增加了 那我去跟他做這樣的一個了解 那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retention tablet 又好像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 最後小君站在我旁邊 所以我還有時間嗎 你還有五分鐘 還有五分鐘 那我就用最後五分鐘 來為各位說明這個東西很大 然後再做告明 那其實以GIS來說的話 它還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那就像我們透過這個來說 其實GIS可以以這個模板來說 就是我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很快瞭解 我現在在帶全球的業績跟銷售的狀況 其實我只要透過位置跟顏色我可以知道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我可以知道說 其實我現在的產品 銷售的狀況是什麼 南美洲最不好 好 南美洲最不好 那都說老闆喜歡看圖跟tempel 所以我們現在有圖的方式給老闆看 好 那我們第二部分 我們可以針對南美的部分 我們把所有的業績打上去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最不好的specting 就是87 好 透過圖的方式我們很快可以知道 好 那這對87的部分呢 其實最不好的紅色的區塊 紅色的區塊是這一塊 那這塊哪裡 這塊是哪 森寶樓 所以接下來我們先找出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地方是最不好的 所有不好 不好 不好 裡面還有一個最不好的就是森寶樓 那我們怎麼解決非常多問題 所以我們可能針對我們的產品 我們去森寶樓這個地方 我們做一下我們產品的信貸力的調查 對我們有一個興趣的一個調查 所以我們只要點第五個 最後一個 好 其實很快就可以產出一個東西了 就是現在這個紅色的部分 就是各位看到這個紅色的部分 是對我們產品有興趣的現在的區間 是90到90的地方 所以可以看到紅色的部分呢 其實對我們產品也都有興趣 其實我們現在只做一件事 藍色的點是我們的distributor 賣我們產品的distributor 所以其實只要透過這樣的考驗 我們很快可以找出來 其實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是誰 這邊可以看到這場守惠的地方 當然不只這個守惠的地方 其實像這裡 這裡 還有這裡其實都是 我們其實所要做的地方是 這些人對我們的產品有興趣 但是他找個地方買 所以我們要做第一件事就是 針對這些守惠的區域先去幫你計畫商增加 或者找到更多賣你產品的一個點 所以其實針對像是manufacturer 針對像是retail 針對像是各種應用 其實GIS可以做的事情應該有多了 而透過這些的模板 你會發現更容易 更有趣 更容易說服客服 所以現在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東西 只是把這些一些有趣的想法帶給大家 好 那也希望大家 因為其實有很多其實不是做商業應用的 但是如果說你覺得這東西還很不錯 那周遭也有這樣的一個人 那 maybe 也可以把這個innovation帶給他們 好 那 歐康道修 歐康台語帶好 好 那如果可以的話就幫我們廣告一下 好 那感謝今天大家花了一個時間 然後也跟我這邊講了一個小時 好 那通過的時間過去了 好 那接下來希望各位的話 如果有進一步的問題可以再找我 謝謝大家 謝謝